宜蘭台七線十公里處滾滾泥流 伴隨著大量土石重刷而下 大小落石散落滿地阻礙交通 工程處也趕緊派出怪獸進行搶修 清水第二公園也有露宿倒塌 目前也派出吊掛機具正在全力進行排除 台風還沒登陸 宜蘭山區就已經出現零星災情 陣戰海浪不斷拍打上岸 激起三米高浪花 海巡人員來回勘察 就怕民眾前來觀浪发生危險 接著來到宜蘭最知名的吉敏公園 可以發現是讓國軍在第一時間就寄出了訪台措施 所有裝置藝術都被套上了粉色的布套 就是怕海盔台風來勢洶洶 還特別幫每個裝置藝術都貼上姓名貼 就怕台風過境 藝術品全都飛光光 但還是交不起民眾出遊的熱情 我們是要去馬告 馬告又修緣了 所以我們就改到宜蘭市 可是他們這個給它蓋起來 我覺得有點可惜 海昏來襲 宜蘭雖然正常上班上課 不過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防台準備 嚴正以待 今天喜歡網民朋友在宜蘭的採訪報導